当时正值了个参阳的季节 农天丹发现大水没掉 那段时间重水到了 停了电 没法灌水 没有影响的 当时我们去现场 现不上到下都没办法 他们都现时间很快的 而且选择的地点 没有任何艰苦 但是我们想 只要你来过 那肯定有东西留下 就从这开始突破 2017年6月4号 江苏省泰州市高岗区 巡庄街道赵王村 发生了大面积停电 村民们都觉得 这次停电事件 发生的十分蹊跷 农邦自己特别是去国家 这种情况下 一种一样的 莫名其妙的停电 影响了很多村民的生活 当天创业员派出所的 报警电话 一直没停过 当时正值了个 参阳的季节 播种的时候 它需要灌溉 就是农天丹发现 大水没掉 按理说 停电应该找电力系统检修 而不应该惊动警方 那为什么居民都纷纷去报警呢 而赵王村停电的这天是6月4号 正好是高考的前几天 高温酷暑 停电让在家复习备好的考生和家长都慌了神 而另一边呢 民警们听到停电了 也是心里一惊 他们想的是 是什么又导致停电了呢 因为这段时间 这样的报案 不止一起 已经有20多起了 从2017年3月开始 泰州市高岗区的碉铺镇 大寺镇 湖庄镇和医药高新区多地 都发生了奇怪的停电现象 第一起停电出现在湖庄镇 当时高岗区的电力系统就收到了消息 根据供电公司的分析 供电中断最有可能是输电线路出现了问题 排查发现 湖庄镇的一处电缆被掐断了 而且电缆线不翼而非 线掐得还蛮长的 几十米从上到下都没大 那个线我们大概估算了一下 一米得有大几十进入 就是说里面的铜 而以后三个月内接连出现的停电 原因竟然惊人的相似 同样都是专用电缆线 无缘无故的失踪 民警们意识到 这绝不是普通的停电 而是人为造成的停电事件 看完了之后发现它那个作案手法 高度吻合很相似的 有的是带电的 有的是就是说废弃的 或者是那个 它直接都是专业工具剪掉的 很粗的 三层九十的四层九十的那种电缆线 基本上这么处理的 直接下大减 三层九十是什么概念 就是三股线 九十个平方 九十个平方毫米那种 直接下减给下去了 下去了我们看完之后就感觉 这帮人应该是电工出身的 最起码是懂这行 多起停电事件 多个相似的案发现场 警方得出结论 这是由一个专门盗窃 变压器连接电缆线的团伙所为 频繁的停电 给高岗区的居民 既造成了生活上的不便 又造成了心理上的恐慌 民警现场勘察发现 盗窃电缆的嫌疑人 连一枚指纹都没有留下 现场留下的证据越少 那找到它的几率就越小 而且选择掐断电缆的地点 都是没有任何监控的地方 这说明 嫌疑人对电缆分布的布局 和监控情况是了如指掌 民警不由地怀疑起来 会不会是内部人员作案呢 由于供电公司需要 在重新接上电之后 才能查明断电的精确时间 这就给侦查工作增加了难度 民警们陷入了被动 他们后来针对的这个是变压器 是专供灌溉电缆站的 电关灯的用途是什么 它是为洋田里面供水的 当时这个电断掉了 没办法灌溉 我们办民警确实是比较心急的 但压力比较大 就在这个时候 6月4号 许庄街道赵王村案发现场的一个监控摄像头 提供了当时唯一的一个线索 当时我们去现场 也在周边找找找找 完了之后看见 它原来那个对着的方向 应该是对着路上的 突然的朝着天了 但是我们想 只要你来过 那肯定有东西留下 就从这开始突破了 这个本应对着路面的监控摄像头 它的方向是被人为改变的 导致无法拍摄到路面情况 民警们认定 这极有可能是嫌疑人 为方便作案有意波动 以规避拍摄 这个被波动过的摄像头里 还有影像存在吗 它会记录下有价值的线索吗 民警们对超过一千个小时的监控录像 进行人工研判 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细节 专案组对这辆皮卡车的行驶轨迹 进行研判 发现这辆车是从某小区的地下车库 开出来的 但是民警对地下车库所有的出入口 楼道口和电梯监控 进行调阅后 并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身影 难道嫌疑人不住在这个小区 只是利用地库来停放作案车辆吗 蹲守进行了一个星期 还要再继续吗 正在我们准备换方案的时候 后来发现有嫌疑人开三轮车 就到那边去了 因为当时只去了一个 刚开始没注意 因为毕竟他三个半个嫌疑人 我们本来意思是想三个嫌疑人 一起到案的时候 一起收网来 刚开始只去一个 然后后来根据那个人 他第二次是去修车的时候 把人控制下来之后 发现其中有一个是修车的 2017年7月13号 刑警队和创业员派出所的民警们 控制了第一个嫌疑人周冰 随即将盗窃电缆团伙的 另两个嫌疑人 也采取了强制措施 这个盗窃电缆的团伙 有三个成员 你看曹成36岁 周冰26岁 李向阳是23岁 而且和民警当初分析的一幕一样 果真是电力系统内部人员作案 他们三个人都是高岗区 供电公司下属企业 抢修班的电工 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周冰 有一张娃娃脸 很难想象他已经26岁了 周冰从小是一个没有父母的孩子 2008年 曾经因为盗窃入狱服刑 出狱之后 在高岗区供电公司抢修班 做了一名电工 其实我以前也有过前科 小时候18岁的时候 因为没人 那时候我也没有父母 也没人管我 三年前周冰结婚了 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做电工 每个月可以拿到4800块钱的工资 可是2017年年初 周冰突然从供电公司辞职了 然后为什么不干呢 就跟领导有毛的 辞职以后的周冰陷入了经济上的窘困状态 他的情况引起了抢修班同事的同情 其中一个就是23岁的李向阳 周冰的另一个同事叫曹成 2014年就在抢修班工作 在三个人中是决策者的角色 他这个人呢 平时就 他一开始他就 一到单位没多久 他就一开始 就在单位上 就是小冬这些同胞 小冬小冬 因为他 他的书长 是我们班的 就没追求 没追求 抢修班的同事都知道曹成和妻子的关系非常恶劣 曹成一直在自己攒钱还房屋贷款 随时准备离婚 盗窃电缆线就是曹成的主意 然后他就说 就是好多人 我们公司 我自己也多少了解一点 然后公司里面 多多少多少都在 弄一点嘛 然后 都弄追了 弄什么 说清楚 就是偷电弹 基本上就偷同 也不一定单独指电弹 然后他说 同也行是吧 对 就是这方面的东西 电力方面的东西吧 然后他就跟我说 然后 可能有的时候出于自己 不是脑子糊涂 想不通 然后 就跟他一起去 李向阳在三个人中 算是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的 而且正在筹备结婚 他回忆 当时同意合伙作案 并不是为了钱 主要是怕曹成和周冰觉得 自己不够仗义 当时也不是为了钱 你知道吗 就是 因为我们一开始弄的时候 上班嘛 然后 就是 也有为了钱 但是也有不是为了钱 就是跟 因为 但是最少我不是有钱 因为我没那么 缺钱 和李向阳 和李向阳不同 周冰加入的目的很明确 偷盗的电缆可以转手卖出 而且价格可观 2017年3月份开始的几次作案 他们先向供电公司 还为拆卸的废弃电缆下手 他是负责干什么的 负责就是爬杆子 把那些电缆卸下来 卸电缆嘛 就是把那些螺丝什么的 就都给他 卸到扔在地上 然后 扔在地上的 有些需要 裁的 但是不多 就是我跟俊阳两个人 可能有的时候他裁 可能有的时候我裁 然后 因为之前我都交代了嘛 就是记得了 我都交代了那个口网上 然后 打财我财 然后我猜好了 这样就把电缆扔下来 然后 我有的时候 我跟俊阳两个人 就是 抬一下 抬上车 然后就走 按键往后的话 就开始偷 变压锡上面的电缆线 当然刚开始也是偷的 飞锡的变压锡 电缆线 因为飞锡的变压锡的电缆线 要比那种 电缆扔电缆线 相对要粗一点 也 说土了 就是比较直切一点 几次盗窃电缆都未失守 而且偷盗下来的电缆 拿到废品收购站 还能卖个好价钱 按照其中一位嫌疑人 盗案后主动交代 他说 就这样卖 都已经卖了好几万了 所以我们 当时通过他这句话 反推了一下 整个的涉案价值 应该有二十多万 小团伙的三个人 感觉这样挣钱 比上班轻松多了 于是 他们贪婪的欲望 进一步膨胀 使用中的电缆站 成了新的目标 他们开始偷窃 电缆站的专用变压器 因为他抢修不及时 那边还在发着案 这边供电公司 不断的再修 第二天换个地方 又再发案 要知道灌溉需要一个持续的状态 有一些羊苗才插下去 必须要每天供水 断了水 再加上太阳出来 温度一高 整颗羊苗就会干涸 随之而来的是羊苗 大面积死亡 大面积死亡 曹城盗窃团伙的行为 看上去是偷电缆和变压器 实际上给人们造成的损失 非常非常的惨重 虽然说他们只挟取一段 但是造成的损失 清晰一点 2017年8月 泰州市人民检察院以盗窃罪 起诉曹城 周冰和李向阳 由于他们的盗窃行为造成严重损失 他们将面临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表面看上去啊 小团伙犯案的这三个人是各有原因 你看曹城的是攒钱准备离婚 周冰呢是失业却要养家 而李向阳的理由是最荒唐了 他并不缺钱花 而且还马上就要结婚了 只是出于哥们一起参与一下 但是说到底 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好意勿劳 法律意识非常的淡薄 连接着农业和老百姓生活命脉的电缆 为什么就成了可买可卖的利益链呢 同类已迫的案件当中 也有电力安装公司 供电公司职工内外盗窃侵占的案例 看来呢除了加强对特种工作人员管理力度之外 对转卖收购行业也要大力的管控 产业不存在了就行不成买卖 没有了买主 曹成他们想动动歪脑筋 也没有了渠道 一条篇文章 就像这条篇文章 那一条篇文章 那一条篇文章 我可以再去找他 那一条篇文章 这一条篇文章